Hello大家 今天我们来吃泰国菜 带你们一起来尝一尝这家当趟新开的泰式面馆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家店不算是一个新店 它的第一家店开在温哥华的Trinatown 已经开了好多年了 不管是口味出品还是创新度 都得到了温哥华吃货的一致好评 新店的店面不大但是很干净也很整洁 我去的时候刚开门 开门之后大概半小时就坐满了 厨房是开放式的 我就坐在边上的吧台这里 会一边吃饭一边看他们做饭 还蛮有趣的 而且我在偷偷的学习 想着回家是不是也可以自己DIY 厨房这里也很有趣 摆了很多的调料 都是泰式街头小吃的经典调味品 最下之后他们单独给我拿了一份调料 体验太好了 因为这一份我可以自己随便用 刚刚打开的那个是辣椒油 现在这个我猜应该是南姜素 蘸肉很解密 这边还有一个辣椒面 这个辣椒面挺辣的 最后一个是辣椒腌酸萝卜 超级好吃 不过这个青辣椒是哈拉佩诺 是比较辣的 我点的第一个菜是Rochikanae 就是东南亚那边的薄饼 配咖喱蘸酱 我真的是在炉子旁边 看着他把我这份薄饼给做出来的 就像小时候站在灶台边上 看妈妈做饭一样 不过我更喜欢马来的那种薄饼 就是层次比较多的 这个薄饼感觉还是太单薄了 不过它也是好吃的 只是个人口味的偏好而已 下面的这道皮蛋豆腐 真的给了我一些做饭的心灵感 主料没有很特别 就是皮蛋和豆腐 但是辅料它放了一些洋葱酥 放了香菜 放了炸蒜片 而且酱汁是海鲜酱 非常的有东南亚的特色 哦对了 顶上还有一些牧鱼花 主料很普通很平常 但是味道是惊艳的 这道菜如果让我自己回家再做的话 我可能会把酱汁做的淡一点 然后再加一些潮汕的菜腐司 想象就觉得很美味 哎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接下来我们大菜上来了 真是激动人心 这是泰北非常经典的一道街头小吃 我在菜单上看到它的时候 开心的几乎的跳起来了 它是番茄肉末米线 不过它在泰国那边 只会放猪蟹和肉末 不会放排骨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做的这一个改良 毕竟肉谁给我爱吃呢 对嘛 这道番茄肉末米线 在Tranetown那家店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们来当它这家店吃的话 强烈推荐你们尝一尝 另外一道主食 我点的是一个红烧牛肉面 说实话这个不是特别的有特色 不过我那天还蛮想试一试的 它比我给满分 我喜欢它有药材的味道 有点像肉骨茶 食油放了一些泰式的香料 还有几滴鱼露增味 吃起来特别鲜 面条可以选你喜欢的 西面 宽面 米线 或者是牛肉和粉 我选的是宽面 因为这样它能挂住更多的汤汁 然后还加了一颗糖心蛋 糖心蛋也做的很好吃 蘸家这边除了酸萝卜 我还用辣椒面和南姜醋 调了一点小蘸汁 蘸牛肉和蘸番茄米线的排骨 都很好吃 不过它会有点辣 如果不吃辣的话 就只蘸醋就可以了 味道好极辣 番茄肉薄米线我真的好喜欢 吃了一半决定再给你们拍一拍这个汤 吃起来有肉末带来的香浓 有番茄带来的酸鲜 如果下次再来这道汤面我还会再点 最后和你们分享一下这家店的menu 它的前菜基本上都是10来块钱 面条是20出头 价格不会特别贵 人均的话大概是30刀 但是如果你吃的少的话 可能20刀就够了 好了那这家店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这里推荐给你们 今天的探店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探店视频再见啦 拜拜